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面对猎枪入侵时却毫无办法狼狈至极 在公元1900年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太后只得携光绪帝一同出逃毫无皇家的威严 出逃之时为了避免麻烦一切从简 因为出逃匆忙一向尊贵的慈禧也要吃粗骨杂粮 有时候甚至要忍饥挨饿 不过到了逃亡中期 各地官吏和父身都积极相助 总算是脱离了苦日子 后来同期的女首富周盈也救接了慈禧 那慈禧后来是怎样回报她的呢 慈禧太后一路向西安而去 整个逃亡的队伍也是非常的混乱 而且匆忙出城 所在的物质钱财也没有多少 但是慈禧太后却依旧一派皇家作风 任何事情也必须按照皇室的要求来进行 此时的慈禧虽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但是对于陕西一带的士绅来说 慈禧太后的威望依旧很高 慈禧出逃对于民间而言自然是稀罕之事 平日里住在皇宫大院里高高在上 现在竟然也有沦落逃亡的一天 不过穷人们只是图个新鲜 那些附身就不一样了 除了感慨之外 还会想尽办法去巴结 毕竟慈禧只是出逃 等京城平定了 她还是那个清朝的皇太后 若是现在在她危难之时就住一把 日后毕竟是荣化富贵 想知不尽 抱着这样的目的 阎陆的官吏和附身都积极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以图慈禧能够记住自己 例如非常有名的晋商大户乔家 将自己的大院让给慈禧居住 并献上三十万两白银 慈禧离去时又献上了十万两白银 可谓豪爽 这样的付出换回了大回报 后来慈禧不仅给予乔家厚赏 还刺了一块浮肿狼环的牌匾 乃是慈禧亲笔所写 能够得到太皇太后的亲笔 实在是至高的荣耀 让乔家名望增长不少 此外还有不少家族都接级过慈禧 不过最为特殊的 应当属吴家了 当时吴家的当家人是位女性 名叫周寅 说起来这周寅也是个可怜人 周寅本是出生于富贵之家 幼时因家境优渥得以入学 不过没几年周家就垮下去了 周寅在十几岁时 便嫁入了当时的大户家族吴家 成为了吴聘的妻子 其实吴家的目的 并不只是为了娶个儿媳 当时吴家少爷吴聘身患肺劳 娶周寅进门其实是想创洗 看看能不能给吴家带来一点好运 当然周寅并不知情 没多久周寅的公公去世了 丈夫吴病因悲伤过度 使得病情愈发严重 没多久也去世了 这时周寅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体情况 此时周寅并没有垂头丧气 一蹶不振 当时吴家是做范延生意的 因家中没有男丁继承生意 重担只得由周寅来扛 结果吴家所有的声秘后 刚开始周寅并不懂里面的门道 所以他打算找一个人来打理 周寅识人本时是很厉害的 眼光很准 再加上其雷厉风行的形式作风 很快赢得了行业的好评 慢慢地 言商生意越做越好 更是在全国又增设了几个分号 不过周寅并不满足于此 他天生就是生意人 此时他的重心已经不在言商上了 而是看到了一些新的行业 例如茶叶 棉布 蝉丝等行业 周寅果断出手 往这些行业发展 并且根据不同的行业 制定了不同的措施 就拿蝉丝行业来说 周寅的方案是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 承包他们的桑源 如此之下 优质的货源便解决了 很快 蝉丝行业也做大了起来 赢得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同样其他行业周寅也做得有声有色 吴家的家业在之前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 吴家在全国都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周寅本人也堪称晚清时期的陕西女首富 周寅不仅是商业界的传奇人物 还是百姓们心中的大人物 这个大体现在周寅的心胸 周寅并没有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而是经常资助穷人 并且在关中地区投资大量钱财 用来修建水利工程以及新办学校 灾荒之年 周寅毫不吝啬打开无价的凉峰救济灾民 所以他是百姓心中的大善人 人们对他称赞有加 甚至当地官员秀地方县制的时候 还将他的善心之举也一并记录了进去 所以当慈禧落魄西逃到陕西之时 周寅作为陕西首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一点是出于善举 另一点则是出于更大的利益 慈禧是大清朝的代表 帮助他自然是在帮助清朝 那么他自己的前途也将无可限量 所以周寅豪爽地资助了十万两白银给慈禧 慈禧非常高兴 称赞他为女装豪杰 此外慈禧膝下没有女儿是一代一汉 于是便认了周寅为义女 有亲自书写了一副护国夫人的金牌匾赐给周寅 十万两白银换来这么多的赏赐 不光自己脸上有面子 吴家也是身价倍增 这可以说是周寅做的最成功的一笔买卖了 后来清朝为了求和平 与列强签订了新手条约 条约周勇一条是赔款上亿白银 此时周寅又做出了一项震撼举动 将大半家产都奉献了出来 此时周寅是真正下定决心与清朝共患难了 慈禧也被他的行为感动 于是下令封周寅为一品告密夫人 为国家处理 周寅自然是鼎力相助 此时他并不在意那些荣耀疯狂 只是希望国家能安稳长存 周寅不仅在国家危难之际 毅然决然慷慨贱囊 对乡里更是乐善好施 他心水力办教育 建文庙驻军饷 一桩桩一件件意识 使他名声越来越响 逐渐成为关中地区远近闻名的女商人 那么周寅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前面提到过 丈夫无聘去世后 周寅便一直没有在嫁 而是将全部重心都放在吴家的生意上 因此最终 周寅是由于操劳过度去世的 年仅42岁 但令人感到不值的是 周寅去世后 竟然没能葬入吴家的祖坟 原因是他没有生过孩子 因为周寅没有子嗣 所以他将自己的家产 全留给了养子吴怀仙 吴怀仙并没有挥霍家产 而是继承了周寅的遗志 用这些钱来做善事 抗日战争时期 他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国家 用来抗日救国 并且还创建了培训学校 为国家培育救国人才 若是周寅看到吴怀仙的作为 也一定会很欣慰吧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 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